Hello 欢迎回来 那么你准备好和凯奇一起做战术了吗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的话这个照片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吧 对吧 那么这位棋手呢虽然不是现实当中的棋手 但是绝对应该说是最出名的一个棋手了 甚至比现在的世界冠军卡尔森还要出名 那么这是谁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美剧后裔森兵当中的女主角贝茨 如果你还没有看美剧的后裔森兵 赶紧把我的视频关掉 赶紧去看后裔森兵的美剧吧 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国际象棋的电视剧了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跟凯奇做战术 上一个视频当中做到了2647 看看我们这一节能不能够到2700分呢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们现在少一个像 但是这两个兵也太凶了 对吧 这两个兵真是野鸡干博 这两个兵太凶了 那么A7的话对方车B6 A8的话虽然可以把像赢回来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要为了 不要是吃像的 对吧 我们是要以变后的 走什么呢 B7 像吃AB 他车背后勾我 然后我车A7赢7 是不是赢了 赢了 对 冲 吃 为什么赢了呢 你看我点了什么 sorry 我是不是点什么错 奇怪 我刚才那道题怎么没了 好吧 他给我这道那我就做了 我可能是碰到什么了 给我分加上了没 我也没看见 我的天 好吧继续吧 王帝7 然后怎么突然给我个这么简单呢 我肯定可以吃后 但是我不要吃啊 因为像B5然后再车F7就赢了 车F7 降死了 没降死 像G5现在降死了 我刚才可能不小心碰到我的鼠标了 我鼠标上面可能有一个回味的一个键 点错了 好继续 像吃F6 后吃或者冰吃 肯定后吃吧 怎么突然这么简单 肯定后吃 因为冰吃着马 后还吃着车呢 将我呢 像B7 后电 可以B5后翼4 小心小心小心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等会儿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把王走开 王F8 想不到吧 王F8是最好的棋 因为他只有王F8的后翼4不是将 对吧 你后C6反而不好 人家像B5了 只有王F8的后翼4不是将军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两个威胁 虽然王不能一位 但多子 毕竟是多子 继续看下面 后F4将军 练防守 王B1不行 因为人家像祭4 正好出子带将 所以我要把王放到黑格里 这样的话 他的白格像就将不到我了 黑格像被我们吊住 所以放到黑格是王C1或者王E 王E1的话 人家后C1吃你 所以只有王C 王C3 王C3对吗 王C3人家后B4 感觉不像 我怎么突然就觉得应该是王第一了呢 王第一人家像祭4 我可以像一二 挡住 对啊 我只要保持自己多子就可以赢了 对吧 我只要保持多子就可以赢了 所以王第一 对 像一二 再将 然后 我只要让他没有将军 我就可以赢其一 放到这 对吧 我就是正好可以电江 让我的子力出来电江 赢了 就练防守的 好 下一个 像吃一四 马吃一四 车吃一四 车一巴掉住他 或者是F6 那肯定马一四 先吃了再说 像G7 这不白送吗 马C3 不用看别的了 车一六 然后F1 肯定F1 下F8 马一二是有将吗 人家王走到F1咯 然后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哦 我知道了 先王G7 你要吃这 他也吃你 然后你抓不死他的像 所以先王G7 他的车还得离开 然后我们就多马了 走咯 多一个子咯 跑咯 回家咯 下一个 吃H1 后A1将军 王到第二 向C3 你在干什么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不这么简单 哦 向C3 马C3 sorry My bad 向C3 马C3 没看见 哦 那马A2赢了 王第二 后C3 7后了 拿错字了 讲死了 耶 2700分了 如果你的国际等级分到了2700分 你就可以跨进了这个世界一流起手的行列了 但是我们这只是战术 所以还差得远呢 好 继续 车G4 我们的兵是往这边冲 然后看看啊 我们的王是 哦 他的兵往这边冲 我们要让自己的兵变后 同时不要让他的兵变后 王H13看上去很好啊 因为必将的同时贴住对方的车 王H15之后 然后可以吃F5 等一等 王H13他车H4继续将你呢 王F3 吃F4 王躲开车吃变后了 王F3 王H5 吃H1 王F3就对了 王F5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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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王E2将他吧 王E2 王E5 还是王H6 还是王E3 我觉得王E3可能更像一点 因为你王E2 人家王E4 贴住你好像挺烦的 王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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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H6就赢了 再走H6就赢了 因为他一个兵 干不过你两个兵啊 对吧 赢了 继续 G4 他不要满了吗 后吃GH 然后后F2 现在直接向F2 王F2 后H4 王G2 没齐啊 那肯定吃他 不惯他毛病 吃 向G3 那我就向G6 那我就向G6 因为我一跑后的话 除非我跑到更厉害的位置 等一等 好像真的有更厉害的位置 后G5好像更厉害 他一吃我的H5 我就后C1把它僵死 向G6的话 为啥我觉得不好呢 因为人家 后G6可以后G3 人家后F6 抓车保住F2 所以后G5 我觉得是对的 然后马D2 那我就跑向了 下一个 向A6 马H5吧 对啊 这个马 不跳上去进攻 还留着家里过年啊 跳 F6 吃或者后G3 或者是后操C7 三个不同的选择 后G3不像 后C7 等会后G3 人家G6 等会看看啊 后C7看着最好 因为G威胁杀王 而且粘住对方的车 对方吃F7走不了 后16将军没意思 王H8 你没齐了 所以后C7 白白了 您呢 继续 马到C6 吃这 好家伙 G2或者F2 对吧 他吃我们的兵的同时 我们可以变后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 究竟冲哪个 G2的话 人家王F2 你要绕好多步骑 才能够守兵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F2 他如果要是吃我A5 我就王F3 下部绝杀 王G2 我们的王更近 所以走这 我的天哪 太不谨慎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马C6 F2不对吗 所以如果你要是做题 做错的题 要比你做对的题 更有价值 所以做错的题 你要看一看 究竟为什么会错 现在我就再看一看 为什么会错 F2人家可以王H2 F2人家可以王H2 我刚才只是说 F2人家王G2 然后你的王可以过去 但是F2人家王H2 你的王好像很难过去 因为你G2走不了 人王吃 然后你的王要支持兵弟走三步 但是人家吃完你之后 可以回来也是三步 所以要走G2 G2王F2 然后王G4 这个兵离他A5还更远 他的马没那么快 回来防守 好吧 我知道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王H3 好吧 我错了 先走王H3 先王H3 王H3 然后再G2 因为如果你先G2的话 先G2的话 王F2 王G4 人家可以回马 人家不吃你A5 哎呀我的天哪 气死我了 只有王H3 王H3是对的 王H3是对的 好吧 先王H3 对 然后他如果吃的话呢 你如果吃的话呢 你G2就赢了 王H3 马A5 然后G2 王G1 王H2 所以他走了个什么 他走这 那我在王H2的话 他马D4 G2 G2吧 我觉得是G2 因为F2 王F1 王走这 要马D4 所以先走G2 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F2 因为先走王H2 人家马G4了 我这小题这么难 我觉得这小题 是我目前做的 最tricky的一道题 最tricky应该是怎么说 就是最 最狡猾的一道题 对吧 所以先冲 然后再走这 赢了 这道题 搞死我了 下一道 王到第二 吃的话 就送杀 这我看到了 后到第五将军 对吧 继续打他 组合拳 一句惹毛 我的人有危险 王H3 后第四吧 强制换后 然后把这个吃掉 拜拜 对吧 再来一道 后到一五将军 练防守 车G7就gamer 对方车H7 所以肯定走这 不用看 后一六 不让我车动 我再王H8 他跟我合 我可不跟你合 我觉得是不是马D4 踢后的同时 威胁一二 简单 哎呦 HG 车H8 所以练防守 王H8 他也车H7 所以只有车G7 好险 呃 王G6 人家车H6 又要杀你 卧塞 虽然 我都踩着悬崖 王G8 赢了 好吧 275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距离我们 3000分的小目标 已经很接近了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和凯奇一起作战术 一起加油 好下一个视频见